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昨天的节目带您到的地方是位于福建省武夷山东南方的龙七山 这个山高林密的区域近年来常有野生动物闯到周围的村庄附近 其中步伐就有大型的猛兽 为此龙七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组织了一支专业考察队 深入山中进行实地探查 结果发现让周围百姓弹之色变 甚至造成过伤人事件的猛兽是珍贵动物亚洲黑熊 这个结果让考察队一喜一忧 喜的是在这一代销声秘籍多年的黑熊又出现了 忧的是大家吃不准这些黑熊不好好在领地待着 为什么要闯入人类的家园呢 十月 考察队第一次尖山 便发现了大量野生动物活动的踪迹 然而却并没有见到熊的身影 林野专家张勇认为 一般情况下 野生动物都在夜间活动 要想找到黑熊的线索 并进一步了解龙七山野生动物的生存状态 最好是利用夜间考察 夜晚进入原始森林考察 是一件充满危险的事 考察队做了周密的部署 我们基本上前期的时候 只听到它的吸奶声和瞬息的叫声 队长陈永宁 还专门来到南平市九丰山动物园 了解黑熊的习性 黑熊幼崽需要有三道本法官 对 这是养成一个习惯 做门瘦的习惯 进到熊舍中 出现在陈永宁眼前的是一只幼熊 听到陈永宁的习惯 听到陈永宁进入 右熊异常警觉起来 转到了吗 转到了吗 为安抚右熊的情绪 管理员投喂了一些食物 陈永宁见到 熊宝宝在苹果和胡萝卜之间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苹果 吃到食物后 右熊显得平静许多 然而 当陈永宁试图与他拉近一点距离 右熊突然间暴躁起来 管理员告诉陈永宁 这只右熊只有一岁多 但同样很危险 当他发脾气时 一个成年人都敌不过 原来 右熊暴躁是出于对陌生人的恐惧 考虑到他的安全 陈永宁退出熊舍 前去另一处 看望右熊的母亲 为什么 母熊和右熊 要分开喂养呢 管理员告诉陈永宁 右熊长大后 母熊便再度发情 寻找配偶 此熊交配期间 公熊有可能会杀死幼崽 因此必须隔离 而交配完成后 管理员担心 母熊会不再认识幼崽 进而造成伤害 因此还要相互隔离开 这一天 陈永宁向管理员 讨教到不少预防黑熊 攻击的经验 最为重要的是要格外当心 养育后代的母熊 当我们在野外 遇到黑熊幼崽时 应该迅速离开 这是因为 黑熊幼崽会和黑熊妈妈 生活18个月 甚至30个月 当我们看到幼崽时 黑熊妈妈应该就离此不远 而母熊认为自己的幼崽 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会毫不犹豫展开攻击 管理员告诉陈永宁 秋季是黑熊最为活跃的时间 为了在冬季到来前 多补充热量 黑熊的密室范围会大大增加 攻击性也会有所加强 因此一方面 大家路于黑熊的几率会加大 另一方面 一定要做好各种 规避风险的准备 两天后 装备齐全的考察队员们 踏上近山的路途 想到这趟极具挑战性的考察 队员们都很兴奋 那么东北的黑熊 每年11月份到来年的5月 这是它们的冬眠季 每年龙溪山自然保护区里 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 气温都接近零度 但是还有一些食物可以供给 龙溪山的黑熊会冬眠吗 好 大家注意来 注意脚下 不要踩空踩滑了 大家不要掉队 这一次考察队选择了 另一条路线进山 大家夜宿于一个山中溪谷 这里夜遇野生动物的几率很大 但危险性也不小 为了安全 队员们携带了防身器械 然而 对于那些草菅树梢上的隐秘杀手 队员们便只有瞪大双眼 小心行事了 大家快来看 这里头有小蛇 行进中 前方队员突然让大家停下脚步 原来 草丛间出现了一条不欺眼的小蛇 但专家提醒队员 这只蛇叫圆毛头腹 毒性非常强 圆毛头腹 这种蛇善于伪装 爬行迅速 是附近山区造成伤害最多的蛇种 黄老师 这里也有点小蛇 这是银黄蛇 你看很凶 它攻击了 正在大家相互提醒注意安全时 一位队员的近旁又出现一条花蛇 这竟是毒性更强的银黄蛇 被这种蛇咬伤 往往疼痛并不明显 然而其毒液却能大概率致死 前方队员挥舞竹棍驱赶蛇虫 大家相互紧跟 向目的地迈进 在南方亚热带深山考察 毒蛇和毒虫是给人造成意外伤害的大体 除此以外 数量较多的野猪也是极其危险的 这是因为野猪在脾气发作的时候会乱冲乱撞 而它的一对大獠牙特别容易造成伤害 专家说与他们相比黑熊休息时多在树上 反而倒不容易轻易受惊 而一旦遭遇黑熊 最重要的是要震惊 最好是长时间的直视黑熊 多数情况下黑熊会转身离去 而最危险的是轻声尖叫掉头就跑 那样的话熊反而会加大攻击性 总之人类极少踏入的自然生境 各种各样的生灵 各种难以预测的场景 都有可能遇到 前往兰花溪谷的山路旁 是一道小溪 专家告诉大家 临间的溪畔是动物出没频繁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什么 好多奇怪的叫声 到处都是声音 话音刚落 一种奇怪的叫声便传来 你看 好像在那个位置是吗 在那个石缝里面我去看一下 队员在小溪边搜寻了几分钟 便在石缝中找到一只体型硕大的蛙 这是一只熊性的直熊蛙 专家黄小春一眼认出 这是一只熊性的吉熊蛙 它白天躲在山溅的石缝中 黄昏后外出觅食 活动规律与蛇类相似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胸部 它胸部有比较多的这个肉质的几次 它的爪也有几次 这个就是在它抱对的时候防滑的 抱得很非常紧你看 拔都拔不开 虽然说它个头比较小 当时它这个抱得很紧 黄小春说 吉熊蛙胸部生长的吉刺 有利于其在流水中附着在石头上 四鸡觅食水中生物 一旦发现猎物 则会快速出击 哎哟 太美了这个镜头 看看那个蛙泳的姿势 我们游泳中有一个蛙泳 就是源自于青蛙在水中的姿态 更为有趣的是 成年的吉熊蛙竟然能吃幼蛇 但它们又是体型更大的蛇类的美餐 蛙吃蛇 蛇吃蛙 这正是龙七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 错综复杂生态链的缩影 同时专家说 吉熊蛙对水质的要求很高 能够在山中轻而易举地发现这种蛙类 说明龙七山的水环境状况良好无异常 不知不觉间 天色暗了下来 山中走夜路需要格外留神 晚十点 大家经过了九个小时的艰难跋涉 终于到达目的地 刚一到 有队员便发现了难得一见的动物 在供应大家 有无数啊 在哪里 就在那棵树上 在动 在动 它反应特别快 专家告诉大家 善于飞来飞去的无数 栖身在高大的树木上 它的出现表明 大家此时已经置身在原始森林的核心地带 为了保证安全 为了保证安全 考察队决定原地休整 迎接第二天的考察 清晨的山岭 幽静中带着几分神秘 突然 有队员发出惊呼 一条浑身碧绿的蛇 到了队员的帐篷边 野外探险经验丰富的陈永宁 立刻来到了境前 这是条幼年的竹叶青 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毒蛇 它对人类主意 还是以防卫为主 但是它这个毒素还是比较强的 攻击力也是有的 不过在陈永宁手中 这条蛇却异常温顺 这条竹叶青雄性 我们雄性和雌性的分别 主要是它的腹线 这条竹叶青摸上去的时候 没有想象中非常的光滑 此时我之所以可以 触摸蛇的皮肤 这是因为我现在 我们现在一直用手脏的控制它的舌头 不让它回头 舌头上的霞窝没有办法进行热定位 竹叶青蛇是没有办法发起攻击的 蛇是变温动物 清晨时气温低 蛇要到开阔的地方晒太阳升温 故而来到了大家的其身的空地 此时蛇的活动能力弱 攻击性不强 但为了安全 陈永宁还是将它放归到林间深处 一番准备后 队员们诉着溪流 开始了考察 这是南方红豆山 是融蜜山的树丸 它有一千多年的树林 这棵树的围径大概有五米多 秋季 加热带的原始森林依旧生机盎然 道路两旁的灌木结出不少果实 专家告诉队员们 黑熊虽然性情凶猛 但多数时候是吃素的 尤其喜爱味道甜美的浆果 和各类落在地上的坚果 而接下来 队员们的身旁各类浆果 接二连三出现了 野生葡萄 野生羊桃 都到了成熟的季节 它们不仅是动物的美餐 即便人吃了都觉得很鲜美 这是酸枣 对 这个酸枣糖分含量很高 熊是比较喜欢吃这个酸枣 这可以就是我们人也会吃的 这可以直接吃的 在山外 在山外 酸枣树多长势低矮 呈现灌木的形态 而到了森林深处 队员们见到了长势高大的酸枣树 其中一棵十几米高的树干上 林业专家张勇观察后认为 这个树洞做巢穴的可能性很小 原来 这个树洞的大小和形状 并不适合黑熊挡松避雨 这是我们找的一些黑熊阅读的资料 这个照片很明显 黑熊它就利用这个树的洞穴 在阅读 这个是它已经在里边阅读 这个因为它的呼吸 就出来的湿气 在洞口接着锁 张勇说 在北方的深山老林 冬季气温低 黑熊需要非常封闭的环境 多会寻找大树的空洞冬眠 张老师 您看这张图就很特别 这只熊从树洞里爬出来 那么它刚好胸口呢 有一个弯月形的白毛 这就是亚洲黑熊的一个明显标志 张勇接着说 在我国华南地区 冬季最低气温 在零摄氏度上下 这个寒冷度 对黑熊不会造成伤害 我们今天的任务 就是做关于一些筑地 然后到筑恢复地 做黑熊的 结果的监测研究 大概需要三个小时的路程 张勇推测 黑熊在龙漆山一带生活 应该都是 漆身在一些天然的盐学中 他提醒大家 多多留意道路两旁的类似环境 这天中午 当大家攀登到海拔 一千四百米以上的区域 进入了一片相对开阔的林地 张勇说 这里位于山坡顶部 湿度较低 视野开阔 很适合黑熊骑身 他建议 大家在这一带 展开搜索 不久 队员在一处巨石下 发现了端倪 这有个洞 这里有一个洞 张老师 这个上面怎么好多 兜的树根 这个是竹子 这些地方 这个不规则的这个折痕 一个不是一些利器 现在的人一般都是有刀 他就很整齐的切口 他这个不会 而且他是抓到这里以后 雷割拔起的 草还是有一些灯线绿的 不会很枯 应该是近期有大型猛兽 在这里待过 护林员提醒大家 警惕猛兽的出现 队员们拿出了防护用具 开始走上前仔细考察 这个枯的这个竹叶 非常蓬松 应该是说 这个是这边有一块石头 这是两块石头中间的凹住 它填了非常多的枯竹叶 现在我如果站在这里 也是非常舒服 一番观察后 张勇说 这处火山岩被侵蚀形成的岩穴 被风向阳 空间大又处在高地上 非常适合黑熊骑身 这个整个山渡这个形作 被风避雨的情况来看 包括这个周边的河流 还有周边的阔越林 所以说这个地方 一个是会被其他渡 包括黑熊选择利用的一个东西 大家忙活过程中 嗅到了一丝食肉动物特有的气味 张勇初步判断 这里应该是一个熊窝 就在此时 有队员在不远处 发现了野兽留下的新鲜印记 张勇的一番话 让队员们又兴奋又紧张 不过张勇告诉大家 熊类动物具有极强的听力和嗅觉 眼下这么多人进入到深山老林 气味足以让熊退避到远处 不敢靠近 张勇建议 不妨在岩穴前安装一架红外摄像机 以便进一步观察他们进入冬季前的活动迹象 两度晋山考察 队员们在克服了不少困难之后 终于见到了一处大型猛兽 可能栖身的岩穴 但到此时 尚不能断定这里就是熊的巢穴 也不能够推测龙七山原始森林当中 是否熊的生存环境良好 不过考察队在沿途的重要区域 都布置了红外摄像机 接下来大家把希望就寄托在了 这些敏感的高科技眼睛上 那么当初森林中安装的监控设备 又拍到了怎样的情形呢 2021年1月 春寒撂翘时节 考察队第三次进山 查找相关的证据 好 这边有一台红外摄像机 好 在十余个补典处 队员们收集了两个月来 红外摄像机的监控资料 大家怀着期待的心情 仔细地注视着电脑上每一帧的画面 这个迷惑很有特点 这坐下来好像就把红外摄像机 当成自己的照相馆了 对对对 你看 这个全家福 拍了个全家福 这个漂亮 光线也好 毛画也好 突然 一只熊的身影出现了 这个画面 是在森林边缘处拍摄到的 接下来 大家把希望寄托在那处 疑似的熊窝边 那里会有熊出没吗 果不其然 一只个头不大的熊 若无其事地回到窝边 这两个幼崽 这个熊又跟刚才的熊不一样 专家仔细辨别发现 小熊个头不大 应该是一只与母熊分开不久 刚开始独立生活的熊 从它的体型和神态看 即便是冬季 这只熊发育良好 神态自若 看来 在当地相关部门 近年来大力维护下 龙七山的生态环境 越来越好 曾经一度销声匿迹的黑熊 重新进入了 兴旺的繁育阶段 前后历史三个月的考察和研究 专家认为 龙七山所在的福建省 山地环境在政府前些年 大力促成退耕环林之后 森林生态得到快速修复 这对野生动物 尤其是黑熊的生长十分重要 我们欣慰地看到 一番考察取得令人欣慰的结果 在节目临近尾声时 还是要提醒大家 现如今 野外探险活动 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在进行这项活动中 大家一定要遵循 各地政府的相关规定 不要擅闯无人区 擅闯野生动物的领地 这样既是为了自身的安全 也是为了避免打扰 野生动物安定的家园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见 再见